银歌工商禁修部毕业展集日期在银歌区公所艺文走廊展出 银歌区长钟耀蕾表示 银歌区公所对于艺文能文方面特别重视 而本次银歌工商禁修部的学生也将其三年所学的成果一一展现出来 借由公所艺文走廊展出各独具特色的作品 让洽工民众看见在地学子努力的成果 延续银歌地区官学合作的机会 将在地艺术带入公所一至三楼艺文走廊 开启银歌艺术大门 欢迎喜爱艺术的大小朋友前来参观 这次的话我们主要是我们银歌工商我们广色科 办理21届我们毕业的成果展 那银歌中广色科这次也不简单 之前在我们110年度参加我们银歌会比赛 还有我们110年度我们库尼艘的一个比赛之后 都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那这是他们毕业展的一个旗艺 我一听说说他们的毕业成员里面有7位都超过60岁 实在非常的一个不简单 那这的话他们的一些主要的是成果展的话 主要是以胶彩的一个部分 来结合我们公笔书画滑鸟的一个部分 来结合一个旗台 那这边我也谢谢我们银歌工商我们的延校长 还有我们肖正义主任的一个大力指导 那我们是一个学员都可以充分展现出一个成果 那这边我也欢迎大家 针对我们的一文走篮一到三文 欢迎大家来充分使用 也欢迎大家多来走走观光 银歌工商校长延龙源表示 本届广色科同学在就读期间 政府为防止疫情扩大 在课程上多次采用线上教学 班上有7位同学年龄高达60岁以上 此外同学们也积极参加校外竞赛 在111年银歌区创意绘画比赛 蜕变中的银歌勇夺社会组金牌及铜牌 及国高中组金牌 111年酷泥烧炮弹彩绘竞赛 也有三位同学荣获佳作 校方日后也会将课程结合三英文创整合计划 让学生有更多发挥空间 非常感谢其实我们银歌工商 在我们银歌地区 在这个文化艺术跟教育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责任 那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银歌区工所 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可以让我们学校的进修部的学生 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这么正式的一个场合 把我们的所学的成果呢 透过这么好的一个场地把它呈现出来 我想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有非常多很有特色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学校刚好进修部的同学呢 大概都是以我们的阿公阿嬷比较多 那今天的展览也有非常多元的一些东西 那也希望我们三英地区 我们所有的民众都可以利用那个洽工的时候 可以来我们的银歌区工所 来看一下这么高质 这么优质的一些作品 银歌工商进修部本次共展出 40余件优秀作品 本次指导交采零创的主任肖正一表示 学生作品以精细的工笔花鸟为主题 以色色 晕染 勾勒等技巧绘制 保留书法提字盖章的传统形式 结合日本胶材的素材 创造出新的视觉美感 好 我们这次的展出主题 是以胶材叫做零创 那零创的定义就是 这些学生他们会去找一个 他喜欢作者的图画 当作他一个临摹的一张图 但是我们是希望他不要完全临摹 所以中间我希望在主题或是背景 能够加以改变 变成一张新的风貌 而且我们使用的素材胶材 也已经跟原来所谓用传统的国画颜料 已经也不太一样 那我这边也试着说 在利用这种我的课程里面 我们也能够形作一个新的视觉美感 校方表示 本次参与的学员步伐70岁以上的民众 依然发挥终身学习的精神 勇于接触新的事物 挑战自我画出细腻精湛的作品 能够在公所举行展览 将他们的作品展出给恰功民众欣赏 相当有意义 记者里根基新北采访报导